喜欢很复杂的 那当然有复杂的很多老师 法师在教课 当然话要讲完了 复杂还不见得抓得到重点 然后如果能够简单 就可以抓到重点 那就非常好 第八 利他心 即使他人的安乐 先于自身安乐的心态 所以透过思维与禅修 并长期精进地持续修行 悲心与离他 你将能看到内心真的有改变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 撒干露水 撒米 都观修转经轮 因为每天我们必须要坐飞机 坐车 而且面对信徒 乃至面对排位 都是一直 都一直在思维 怎么这样做好 禅修这两个字是从内心完成 叫禅修 所以你可以透过打坐也可以 但是从 就像我常跟各位讲 我很喜欢拿着排位禅修 因为它有对劲 有对劲 它不是空的 而且感觉到对方真的需要 捏下来 发挥功德 回向城乖 身上冤情在主 赶快消除病苦 回向皇陵会 所有要开刀者 当然我习惯这样 刚刚赞民给我讲 城乖 我就会把名字记下来 我会放在心里 因为我知道我有个对劲 就像有人跟你说 你妈妈生病 放在心里 但是越要帮助妈妈 越要冷静 你就很认真地 做你的点灯 看经典 利益众生 然后你心里已经 把它惦记的 意念的 那它就一直在 一直在得到 大家的利益 因为这个叫利他 你要有一个对劲 希望他赶快好起来 但是里面要讲一点 就是说 这个人曾经害过 你害得很惨 你还是要利益他 佛法是在内心完成的 希望他心变得很好 因为他现在心不好 还在害人 还在骗钱 你都不能有一点 对立的心态 因为这个对立的心态 会伤害你的利他心 你还是 空性 一直给他 因为总有一天 他会转化 永不放弃 所以这个就是 你自己的功课 久了以后 原来你这样做 你自己更平静 当你内心有一个 不喜欢的对境的时候 这是非常伤害你的 记住 你会心不清静 相不清静 因为你内心有一个 不对 有一个不好 所以他称的清静心 乃至密称的不恶 所以清静观 他这一点要记住 所以各位要抓住这个 这个想法 我内心里面 不能有一点点负面的 思想 这叫鲁鲁不动 环境再怎么糟糕 现在要把你抓去枪壁 扒皮 而且无理的虐待你 你都还要保持利他的心态 不能有一点 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哭啊 不舒服啊 这个会伤害你 那魔 就会借这个机会来了 魔就是你越 很多人说 我很精进在修行 但是你心中还保留一块地方 准备恨人的 魔就来了 准备贪的 撑的 吃的 慢的 不管哪一点 魔就是要借这个机会来 所以你要全然全然的放下 心中没有任何毒素 没有无毒 只有一个全然的利他的心态 所以要持续这样 到哪一天 你下辈子 你不会 你不会恨人 不会恨人 这辈子没有报复之心 下辈子 你无论如何 从哪里来 你在学校被打 你的钱被抢 你还是没有报复 你想说 好在我 没被打死 完全无我 只有利他 而且为众生发愿 这个愿包含所有众生 不可能说 我成佛不为你 我只为他们 没有 菩提愿是 所有轮回众生 都是我的父母 这个叫持无量心 没有一个例外 你要一直在思想里面告诉自己 所以当然 以前我师父常告诉我 如果有人要出家 你要好好观察他 他是不是在他的思想里面 还有这种害他的心 或是没有处理 这个要去观察 如果他至少有一个处理心 他至少可以修到原始佛教 解脱道 如果他已经无恨了 有一个悲心 这个跟他有没有读书 没关系 他就可以出家 因为一个人出家了以后还会报复 还会搞对立 你让他出家会有伤害 所以 当然这个要 我们自己只能说 要求自己 后面这句话就帮助我们过慈悲的生活 一辈子就是慈悲 慈悲不见得会谈佛法 慈悲不见得一直谈宗教 因为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慈悲的生活 但是你无所求的去慈悲的生活 照顾很多老人 慰慰流浪狗 也会帮助孤魂野鬼 没有对对错错了 人家在烧金子 嗯 好啊 你好慈悲 千万不要拿着佛法的词 说这个佛教没有用这一套 佛教什么哪一套都用 只要慈悲 对方高兴 所以这一点叫 让自己很柔软 第十 将平常自私的观点 转化成利他的观点 这个叫菩萨戒 菩萨戒 在家人是自利 菩萨戒只有利他 这叫戒 有受戒跟没 就差在这一点 所以特别我们出家人 这一点就要 我们比这一点 我们这个体系还很有福报 念经不谈钱 排位不谈钱 这个体系还有一点点好处了 那是正常来讲都有了 大中小分什么分什么 念一趟多少钱 那这个完全就是一种自私的观点 没有不为自私 我们到场 你为我们到场 这个是一个大的团体 不能以民真理 也不能利用对方的痛苦 来得到一些金钱的 所谓到场的质量 这个跟佛法没关系 所以把自私的观点 转化为利他的观点 至少是他人的福利 跟自己一样重要 而最理想的是把他人的福利 看得远比自己的福利 还要重要 这样练习 我想一般吃喝穿 都希望享受好一点 那这样就没有在修行 有些人虽然喜欢佛教 但是他吃喝穿 他认为他还是要好一点点 那这个好一点点 也会养成习惯 也会养成习惯 那这个习性就不太好处理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当然到国外 到很多地方 很多人都会把很多很好的给我 那我自己也告诉自己 这个要小心 所以平常如果自己吃饭 我一定到路边探 所以随便 因为这个变成 养成一个随时可以改变的习惯 睡觉 睡觉 没地方 地上躺了我可以睡 随便 那你要让自己有这个习惯 当然信徒供养 这个是戒律 佛教讲说 受菩萨戒信徒 怎么样供养你 你都要给对方供养 为什么 因为让他种福田 但是对自己而言 就要养成一个简单的习惯 第十一 真正的慈悲是 关怀其他有情众生 了知他们的珍贵 并基于尊崇与尊敬 太重要了 把他们看得比自己还优秀 还珍贵 今天有一个人毁谤你 伤害你 或者表现得很糟糕 那你就要念这句话了 你不要随顺 那个人那么难 不慌不慌 你就马上就变成很凡夫的习气 这个时候就是要对峙 因为伤害你的人 都是你的如意宝 没有人伤害你 你怎么修忍辱呢 所以他的不好 不要成为你的烦恼 我们还是要遵从对方 从敬他比我们高 尊敬 这个来让自己 因为优越感是最可怕的 所以前一阵子 我去建国中学演讲 因为建宗就是要考台大 以高中生来讲是最好 但是我发觉 进了这个学校就觉得 我那个时候 我都有优越感 优越感 甚至这个优越感 就看不起别人 去跳舞 北女的还好 什么其他学校 这个不好 人都会有这种优越感 特别各位 你修学佛法也会 我是修哪一教派的 你有这个教派的法治 你有优越感都不行 为什么会失去悲心 因为所有的学习 都为众生学的 所以要把众生看得 比自己还优秀 还珍贵 那你可以从他身上 学到东西 可以尊敬对方 尊敬 所以各位要开始去研究 蚂蚁啊 猫啊 流浪狗啊 甚至那些流浪人呢 他们可以每天睡在车上 这样吃 他们等于在修 炎魔体闭关了 他们都可以 不用有房子 所以要想去练习 不能把佛教 就像以前 一顺导师 他说寺庙千万不要盖着辉煌 寺庙要灰白色的 因为我们是 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时代 比较穷 如果寺庙盖着很辉煌 因为导师是站在原始佛教的立场 他不是站在净土的立场 如果站在净土的立场 寺庙盖着像净土一样 让别人进来 好像进入净土 对不对 但是如果站在原始佛教 他就站在一个灰白的 很单纯的 当然我们要了解 在不一样的时代 有不一样的修行方法 比如在大陆 我以前在大陆推 我有一点推原始佛教 因为大陆太有钱了 寺庙一个比例这样还辉煌 有时候我会说 你们修修原始佛教 要消除贪心 减低贪心 因为那个是对治法 对治法 如果在苦的世界 要告诉他们 要去净土 去净土 这个世间本来就很苦 正常正常 所以 但是你只要去净土 就可以超越世间的这个苦 当然用各种方法 但是至少对自己而言 众生都是我们头上的父母 我们是众生的仆人 这样去看待 第十二 了解一切有情众生的珍贵 以及在这个基础上 培养出来的关怀 才是正确的心念 不能以怜悯众生作为基础 这一点很重要 众生本来就比我珍贵了 而不是我就可怜对方 也就是认为 他们比自己卑微的心念 这是错误的 法师不能高高在上 我们各个教育中心也好 生命协会也好 都不能高高在上 因为我们是一个 为了他们而存在的一个服务点 所以每次我会教到很多中心 就算我们要报名什么法会 都对方打电话 就算你没办法 你千万不要用一种回绝对方 不能参加 对不起 那当然最后就会找到我 一定会找到我 因为现在网络时代 整会来抱怨一下 那我想这就是我们办事的人 给他的语气的问题 你可能要说 这一次对不起 那可能下回 下回 我们特别跟你如何如何 怎么样跟他说一说吧 如果他是正常人 如果他是非正常人 可能你还要用另外一种方法 然后尽量 但至少他妈妈你还是安忍吧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是透过过程 所以我常常讲 不是结果 过程才是修行 这个过程我们还是保持 亲切 服务对方 等等 第四三 培养一种 是他人 忧于自己 并值得尊敬的信念 就可以为自己提供一种 自制的 自我要求的基础 还能减少我 降低我慢 这一点就要很小心 比如说在藏传佛教里面 他强调 他强调这个慢 升起佛慢 上师入心 如果他没有一个真正的空性 他往往会觉得说 我修得比别人高 我们上师比别人厉害 我们宗派 那就痛苦了 那就痛苦了 所以在这一点 这个慢是一种承担 而不是一种高傲 所以 但是 我看过很多年轻的人婆妾 从小这样被培养 最后他还是失败 因为这个慢 会让他最后就退转 魔就会来 所以这个慢是因为 佛法的殊胜可以 佛法的殊胜我们尊敬 而不是人骄傲 但是大部分就会把 这个大佛佛 就当作皇帝一样的供养 皇帝的待遇 但是凡夫 我们在旁边 这个凡夫就很容易说 我也成为 我想要成为人婆妾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被认真 或自己被认真 就会有这个心态 那这样可能会有一点偏离到 偏离 我们称对方为大法师 大和尚 仁波切 这是一个对法的尊敬 而没有高底 因为佛性是你本具主 不用依靠别人来凸显自己 我跟某某大法师大上师拍过照 所以自己以为这样很高 所以这样以后还是会增加骄傲 第十四 要降服傲慢 就是思维自己的缺点 所以有句话 比丘总带三分病 它让你觉得 没什么好傲慢 我都病得要死 所以 因为什么都好 它就很容易骄傲 以产生谦虚感 要控制称心 所谓称心就是我对你错 所以我要讲你错 不行了 我们在佛教的教育 老修行者不能对心 更要尊敬 心发心菩萨 名为菩萨 名为佛 千万不要出家比较久 我们是尊敬他戒拉高 而不是戒拉高 要来骂戒拉低的 因为一个人要讲对方对错 你要有类似的因缘 还有 你要已经知道 对方对你很尊敬 可以接受 你才有开口跟他讲 不要随便讲对方的对错 因为他跟你没这个缘分 因为有缘分 才有办法跟他说 而且这个缘分 也是过去累积的才可以 不然的话 自己也会觉得 讲一讲不听 然后你就会生气 所以 就应该培养慈悲心 要消除对某一个对象的强烈执着 就要针对这个对象培养 不静观 视为他不可取的本质 我想对名 对爱情 对地位 对你的思想 希望被别人认同 这些各位都要修不静观 这个不静就是 他不圆满的那一面 不然你会觉得说 这个法门比别的法门好 这部经比别的经典高 这个慢 你看不懂经典了 因为每一部经典 每一个法门是对峙 你现在的一点烦恼 或者这个法门 是为了帮助 这样有缘的众生 所以提出这个法门 而不是说 我这个法门比那个法门高 第十五 我们最大的敌人 便是自认为 比他人了不起 这其实都是我直所引起的 我直以我慢 更是修行的障碍 要消除我直和烦恼的解药 是佛法 因为佛法 是跟他们相反 同样各位 现在是佛教徒了 那我们用的是佛法 跟世间 世间是元起法 我们是返缘起的 世间是追求那个的 我们不是追求这个的 但是 同样我也必须交代 就是说 以后我们每个中心 当我们在找 这些来做义工 或做指示 这一点要特别 特别讲一下 我也错过几次 我也觉得这是我应该 这是对我很好的教育 因为你选几个人 去做一个联络 或做一个重要事情 才发觉 那个时候 可能有一些素质的姻缘 所以你答应了 那后来你会发觉 真的是很难处理的 不应该的 所以 因为会造成他 越大的骄傲 甚至变成 本来他不做那个东西 还是个佛教徒 他一做那个事情以后 他骂佛教了 为什么 因为他碰到逆境的时候 他就会倒过来骂佛教 因为他用他凡夫的习性 在经营佛教 用世间法 在处理佛法的事情 那当然碰到大家认为 不认同他的时候 他会反弹得非常的厉害 那就是因为我们当初 做了一个错的决定 所以我认为当然活到老 学到老 这个队伍 所以为什么说老和尚 他们不一样就不一样 因为他们也是都通过 错误的过程过来的 因为不了解 至少我们多去参考 好 念最后一个了 所谓 诸苦所困 贪欲为本 诸烦恼中 称慧为罪 放下 爱称得失的心 是最好 最快 最精进的 修行方法 记住 不管你做多少好事 不管你印了多少经典 不管你出了多少钱 千万不要忘了 佛法对自己有没有受用 所以这个贪跟称 有些人永远喜欢保留一些 这个念珠最后要用不一样的 他用的东西要比较特别好 最近还有一个贪 这个要慢慢改 但是烦恼中 最大的痛苦是称慧 各位要决定好 不生气 所以 当然我最近 人家问我出家什么条件 我说第一个你要发愿 生生世世 不犯难你情欲谈欲 第二个你要受菩萨戒 那你要断除称慧 你决定断除了 对方再怎么错 我都不会生气 我只能说劝他 而不是说去谴责他 那这样你还有受菩萨戒的资格 不但一生气 因为你要生气 对方有太多的东西让你生气 这个事件本来就是逆境 问题是我们无损了我们的菩萨戒 那么划不来 所以千贪跟称慧是菩萨重界 在戒条里面就一直强调 好 所以各位这个非常容易 或者教各位一个 经常跟各位讲这些方法 你可以拿来产修一句话 拿来观修 拿来思维 拿来实践 更重要 拿来告诉别人 有些人喜欢看经典 有些人喜欢听有次第的理论 有些人喜欢听一两条 对他马上有用的 但是我们都应该要看情况 去作业 随顺众生的需要 因为大乘是以众生为目的 众生为目的 就是随顺他 他要吃面 他喜欢吃米粉 他喜欢吃饭 他喜欢幽默 他喜欢严谨 那我们都要 法门方便 你都要会 你要会你就要敲除你的我指 不然你的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没办法这样 我喜欢禅宗 这个法子 我不喜欢讲这个 那又完了 那你就 度众生有限了 众生喜欢讲禅 喜欢讲密宗 喜欢讲小秤 喜欢讲OK 因为我们没有 法持宗派的对立 随顺对方 他是天主教基督教徒 我们用他们的语言 我们用他们的语言模式来念 我常常讲你们念哈利路亚 我念阿弥陀佛一样的 都是希望离苦的了 所以我不会去反对 而且认为跟他们念得很虔诚 这样而已 所以我也会念哈利路亚 是因为我会祈祷 所有的他们的现世者快乐 往生者能够得到神的引导 最后要得到佛的加持 但是没有神的引导 也不行 一定要神先引导他们 先离开恶道 先升天 先做人 再来请佛来加持 这一点就是要消除这个 不要有自己认为 我这个是不变的 你要横顺众神 你要随顺众神 就像跟小朋友讲话 跟老人讲话 要用他的语言模式 所以要把慈悲展现在 行为事件 这是我们汉传佛教的精髓 好 请各位念 来 愿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事事常行菩萨道 那各位这几天 刚刚仁墨节也有跟我说 他说课程要怎么调 时间要怎么动 都没关系 那各位如果你有想法意见 因为这两天 战日法师做我的事者 我故意请他回来 因为他现在忙的事业可大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一定要懂得更多 所以应该在尼泊 也要做很多事情 在缅甸也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 当然你们可以跟他提一下 或写个字 我们要怎么动都没问题 因为老实说 任波切 你看看他完全都是放下的 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但是 当然我也今天要跟他说 我说 我故意不排早课了 让大家轻松一点 那 当然各位要自己利用时间了 晚上也没什么课程了 所以 应该有很多时间 去打坐 观修 会光返照 等等 当然各位要谈论 也可以谈论佛法 就告诉对方 当然 住同一个房间 聊来聊去 没有聊到佛法 也很可惜 所以 要么保持神圣的沉默 要么保持佛法的语言 这个是佛陀交代的 养成习惯 因为我发觉 出家人跟出家人反而不谈佛法 变成一种习惯 然后 那就你就没办法在日常生活养成一个佛法的习惯 所以 要我 什么叫佛法 如果你要叫我讲话 我都讲你的缺点 因为叫佛法 佛法就是希望你更好 因为你要修行了 烦恼在哪里 你的痛苦在哪里 应该把它找出来转化掉 所以这是对对方的一种不失 因为称为师父 没办法 所以 在这一点 参与佛教学 反正你的徒弟的问题 都是你的问题 这是做师父的痛苦 但也是一种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最好多一点了解自己 好 阿弥陀佛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紧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王碧胜医师 国内12岁以上 高中职学生 可经家长同意后 由学校造册 接种COVID-19疫苗 请家长在子女 接种前 详阅接种须知 了解接种后 可能发生的反应 并填写 接种意愿书 接种疫苗前 睡眠要充足 不熬夜 不空腹 接种疫苗后 于现场休息15分钟 再自我密切观察15分钟 学生集体接种 常因为打针 带来心理压力 出现眩晕 恶心 等匀症状 请放松心情 也可以播放音乐 舒缓情绪 如果身体持续不适 务必要告知 老师或现场的 医护人员 接种后28天内 如出现胸痛 呼吸急促 心剂等疑似心肌炎 或心胞膜炎症状 请务必立即就医 接种疫苗后 也要持续维持 防疫好习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